大家好,我是KS,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的话请按E,我要看一下那个留言那边 听到吗?因为刚刚我们在做rehearsal的时候,大家说好像我会出现robot,robot,robot的声音 现在好一点吗?然后要和线上全球所有MLIF的家人朋友问一下大家 大家有没有一面坐着,一面把这个蝴蝶子,我们的beautyfly pillow抱在自己的身上 有没有啊?假如没有的话,我给你一点时间,快点去拿,然后跟他抱起来一下 哇,非常非常的温暖 好的,再一次和线上的所有朋友,问声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MLIF的这个LIFE TV 我是你们的主播,我是你们头发又长了0.2mm的这个KS老师 今天就没有放那个slide的头发长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轻轻松松度过一个下午 因为我们之前呢,自从这个MLIFE的这个LIFE TV 我们推出过后呢,我们就陆陆续续有很多啊,关于白金系列的这一些培训 那么就有白金背啦,也有讲到我们的医疗器材 但是好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棒的产品 我们好像没有认真的去和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非常感动,可以有这个机会 把这个那么漂亮,刚刚我们Iron也是有说Lang都飞黑了 的这个Beautify Pillow和大家好好的教育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速度可以吗? 我今天要尝试呢,压抑,压抑着我的兴奋 我讲话尝试讲慢一些些 因为上次呢,我讲过一堂的广东话 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伙伴都text我说 KS又享受,又头痛啊! 好,那么我就用稍微慢的这个速度和大家分享 但是我现在是流着汗,压力也很大 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接到通知 我们的大家长待会会宣布好消息 大家要掌声鼓励鼓励! 所以你看,我是非常的感动 我后面还有一位很好,一直都是很好的一位大家长 一个不只是老板,也是亦师亦友的一位大家长 待会会在后面出现为大家宣布好消息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 而且今天的重点,我还会教大家七字真言 你看,都是allow的错 不是allow的错啦,走 因为是我们的大领导 allow呢,教大家NDO怎样讲这个七字要诀 对不对?那个刑酒令啊 所以没办法,我的这一粒枕头呢 我也要放一下我的七字真言 所以没有留到最后,你就学不到这个精髓 那么再来,我在节目的最后 在社长还没出现之前,我还会宣布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今天有一个白金枕头的这一位使用者要做分享 但是他只是Send了我他的照片 哎呀,你们要知道是谁吗? 那你就一定要留到最后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要开始 先给我呢,share一下我的这个片段 大家稍等一下 所以现在线上的这个声音还OK吗? 都还不错吧,对不对? 好,是的,朋友们 那KS就开始咯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Beautify Pillow 那么今天要教大家呢,如何去呈现这个枕头 那么在这之前呢 相信大家也听到我们说了很多的那个 unique styling point 我们的特色,七大特色 可能它就是一直在你的脑部飘来飘去 哎呀,一直一闪而过,一闪而过,一闪而过 那么今天呢,就详细一点 为大家去分析这一粒蝴蝶枕 我们的Beautify Pillow的真正的好处在哪里了 好,首先我要先讲第一点 朋友们,颈椎是我们全身活动力最高的这个关节 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央后,央前 央是吗?对 然后还可以,往左,往右 我们还可以呢,前面弧度这样子呢 从左边到右边这样子转,对不对? 我们一天都在转我们的这个景象 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也是有教你转,对不对?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有没有啊? 所以呢,你看这个地方一直在转动,在转动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照顾它 假如你看到一些朋友呢 他可以这个脖子,颈椎转到去后面跟你讲话的话 麻烦你告诉他,朋友,你提早出来了 你应该是农历七月才应该出来的 开个玩笑啦 我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呢,一起在线上学习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颈椎啊,朋友们 好,那么再谈一下 就是因为呢,这些关节会常动嘛 所以呢,其实身体呢,这几个地方 是特别容易呢,长这个骨刺 骨刺就会长在这几个地方 我们的颈椎啦,腰椎,膝盖和脚跟 那么除了我们的睡姿不对 走路姿势不对,坐姿又不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 就是朋友,你过重啦,overweight 所以啊,朋友们,我们一直说啊 瘦身真的是为了健康 真的是为了美吗?不是 朋友们,瘦身真的是为了你整身都好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有这个骨刺的朋友 除了你的这个睡姿不好啦,你的这个坐姿不好 其实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过重 所以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M-Life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M-Fit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非常厉害 什么东西呢?我们的B-Mod,我们的这个B-Mod 我们的再生睡眠系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我们都是要一直针对肥胖这个问题 不要小看哦,东南亚来说 马来西亚人很胖哦 可以说是冠权亚洲啊 更何况是现在M-C-O这个这个期间 朋友们真的有事没事,请动一动 请大家动一动 好,维护我们的脊椎,颈椎的健康 我们当然要讲 虾得正,鞋得正,水得喉 这个是不饿法门的啦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看一下下面那六张图 有没有注意到朋友们?有没有翘脚?有吗? 现在你在欣赏着我讲话的同时,你是不是在翘脚? 其实我现在也是在翘脚,不好意思啊 我再扭一扭 再来就是做低头足啊 这个真的是全新的一个名词 很多朋友现在都是低头足 就是不要说年龄层了 各个年龄层都是 所以大家都是低着头,低着头,低着头 朋友们啊,你要懂啊 我们这个颈椎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头部啊 我们这个头部大概呢,都有大概四五个公斤 所以呢,科学家就是这些脊椎师 他们有做出这个研究 每当你这样子倾斜你的头部 十五度而已哦 你就增加了上面哦 这个头部的压力大概是六公斤的 所以你想象一下 当你的头越低,越低,越低 它就一直六公斤,六公斤,六公斤来加 所以有什么办法不痛 有时候你说我们用了我们的这个医疗器材 用了我们的枕头 为什么还是颈椎痛的问题 那就要问问你了朋友 你是不是平时都翘脚啊 你的站姿好不好啊 你是不是宁愿做这个低头族 也不做这个高望族啊 对不对啊 朋友们为什么要一直低头呢 所以我们永远都要想 这全部都会构成你的颈椎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今天要好好正视一下 朋友们 你们真的真的 能的话 就努力的抬头挺胸 好不好 就不要做那么多的这个低头族了 而且有没有发现一些老人家 有没有 看不到那个字 还要拉前一点 有没有 那个眼镜还要往上一提 哎呀 哎呀 这样子 好重啊 好重啊 所以呢 颈椎真的是要好好好好的照顾 还有睡觉当然是找好好的一张医疗器材 一张床嘛 就不要睡这些 sofa啦 可能就是导致你不舒服的这些地方 还有我们长期打电动有没有 坐姿也麻烦照顾一下 做一下舒展运动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们MLife的活动 每一次我们都会呢 跳舞 有没有 看到我们的Jack Green老师 一直来说 来咯 左三圈 右三圈 就是要让大家 舒展筋骨 这个就是我们照顾 我们一系列的健康啊 朋友们 所以你们以后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参与 我们MLife所有的活动 好 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到底哪一种睡姿是最适合 与其这样子问 不如说 哪种枕头最适合啊 朋友们 好 你们再看一下 上面男生的图跟女生的 下面的那个女生图 你们的睡姿是怎样的 很多人问我说 KS老师到底睡觉要维持 怎么样的一个睡姿呢 其实呢 有很多的这个相关资料都可能有提到 假如趴着睡的话 就对你的心脏造成这个 压力会导致不舒服 那么假如大家呢 是习惯性呢 左侧 往左侧 测睡 其实也是对你的心脏呢 你的消化系统呢 造成了这个压迫 那么呢 他们就有提议 假如你们真的是要测睡 就是slip aside 就是一边side sleeping 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呢 往右边这边 因为这样子呢 你的心脏就会被压迫 然后再来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也会比较好 但是呢 科学家也有努力的再去分析 他说 其实呢 哪一个睡姿只要导致你 弄到你可以呢 甜甜的入睡 基本上是没问题 因为人呢 在每一个晚上睡觉 七到八个小时 其实我们会换很多很多的睡子 所以就不要被这个压力压到自己 哎呀 我一定要右边 我一定要右边 然后你突然间惊醒起来 发现自己 哎呦 中午去了左边的 不要紧张 因为我们人呢 还是会习惯性的翻身 所以假如你问KS老师的话 我还是跟你说 只要弄到你能够容易睡觉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个右侧或者仰侧 但假如 就是仰睡了 不是仰侧不好意思 但是假如讲到这一点呢 我会说 选枕头还是最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上面跟下面这两张图 无论你怎样睡 枕头都是必须的朋友们 对不对啊 对不对 无论你怎样睡 枕头都是一个必须品啊 对不对 对的话就打个1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在听课 还是开了那个on呢 就跑去煮饭呢 看电视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做report了 看有谁打 大家认同吗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先认清楚 然后有些人就会问 KS老师说 KS老师 我不用枕头的 待会我就会分享一下 不用枕头到底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要留到最后哦 这个我会留到最后的时候呢 和大家分享 那么讲到选枕头 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么要怎样的枕头才算最好呢 然后很多人就很快的说 要硬 要硬 要高 要硬 但是呢 其实根据很多睡眠专家 他们都会提出 其实真正要选一个枕头呢 其实硬高这种 还不算是主要的一个考量 最重要是里面的填充物 对 就是所谓的filler 里面的填充物是什么 他讲这个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地方 其实下来要和每位朋友再去分析我们的这个枕头 好 枕头有没有进化 有啊 我们看从第一代的O型去到第二代的B型 有没有啊 然后再去到第三代的回形 回形 这个字怎么放英文呢 ballet back home 回形 你看就是那个枕头呢 它的中间有一个掀下去的地方给你放头部的 所以这个就是之前三代的这个枕头了 但是呢 来到我们MLive这边 我们就发生光大了 有了我们的第四代 就是蚕痘型的我们这个招 安枕 就是我们在我们再吃咸一点的这个美容疹 就是这个蚕痘型 啊 这个就是最新的 又可以呢 舒服地贴着你的颈椎 让你的呼吸比较顺畅 可以减少这个打汗的这个问题 那么接着下来 枕头还有没有进化 其实它也在进化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借助大家 雷动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最新一代的 就是我们的这一粒蝴蝶枕 掌声鼓励鼓励鼓励 哎呀 看得多啦 但是今天我真的是要好好的t-up它 不可以把它呢 你们可能当作它是什么 哎呀 指着枕头 一粒是吗 哪里送的吗 哎呀 这样子就大错得错了 朋友们 不应该这样子说 一粒好的枕头 我们要跟你分享 为什么这一粒全新 蝴蝶多功能白金美容疹 你看名字都多么长啊 或者我们简称就是说白金美容疹 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为什么最关重要的时候 它是如此的重要 可以让大家呢 在睡眠中完全的蜕变 啊 刚刚我们的Evonne有说 Lango Fahe 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要点 它还有很多很多好处 请大家烧暗物照 我会好好的跟大家分享 讲到这一点 当然要提它的特色意 永远要记得 白金能量啊 朋友 我们这一粒的beautyfly pillow 就添加了这个白金能量 就是白金能量棉呢 就在紫色这一环的里面 所以它就在这个紫色 下面那一层呢 就是我们的白金能量 但是我们的头部 依然是放这边的 然后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那么灰色那个部分可以睡吗 灰色的部分呢 那不是拿不到这个白金能量 当然是睡这一个部分啊 朋友们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很熟悉 什么是白金能量 就是呢 混合了14种天然矿石的 这个粉末 我们把它注入这个纤维呢 放进去我们的这个蝴蝶枕里面 然后呢 我们知道白金能量 一秒钟就产生 一兆次的震动 就是很快 你还没有眨眼 它就已经是一兆次了 那么这个能量重要吗 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可以活化 我们活化 我们身体的水分 身体是水灶的 认同吗 认同 身体是水灶的 我们常讲 女人哭啊哭啊哭啊 哭啊 女人都是水做的 错 其实男人才是水做的 平均来说 男生身体上的水 还多过女人 所以千万不要跟老公骂架 你跟老公骂架 你老公哭 是不会停的 那个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这个也是转于大家的视线 所以永远记得 这个白金能量 就是可以活化 我们身体的水分子 让它更有能量 为什么我们会 放在枕头里面呢 我们就要打它 变成白金的头盔 那它就可以强化 我们脑部的水 脑部有水的 这个时候呢 我等一下就和大家分享了 来讲到这一边 我讲到称直的枕头 除了可以用到你舒服的睡觉 可以保护你的颈椎 其实还有两个功能 原来你发现 原来还可以做到 这两个功能 第一个 就是可以启动 养颜护肤的机制 朋友们 终于想到了 原来你们是想到睡觉吗 就支撑着你的颈部 你想象一下 一个称直的枕头 还可以当作是你的美容师 每一晚你睡上去 它就好像按摩师 这样跟你按摩 跟你刺激你的肌肤 让它回复青春的活力 我们呢 身体的肌肤细胞 需要28天的这个再生能力 有些朋友可能会缓慢 因为老化 但是现在通过这个白晶能量 其实也可以刺激你身体的这个再生能力 所以你的肌肤就一直更新 28天到期 它就会换一个全新的感觉给你 所以这个就是白晶能量能够做到的 这个第一点一定要懂 就是它就是可以充当你的 按摩师之余 也可以当你的美容师 各位朋友们 这个很重要 那么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原来一个枕头除了做按摩师 美容师 原来它还可以做你的清道夫 就是我的阿西 讲的阿西好像不好听 就是我的mate Maria 好 Maria有什么作用呢 Maria要跟你排毒 跟你的大脑排毒 大脑是需要排毒的朋友们 我们常说白晶能量 帮助我们的淋巴排毒 淋巴排毒 那么脑袋要不要排毒 但是有一样事情大家一定要懂 脑袋是没有淋巴的 那么怎么排毒呢 接下来我就要好好的和大家分享 好 那么讲到排毒 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毒素真的无所不在吗 真的朋友们 我们身体都被这所有毒素 每天都在包围 你住工业区就有工业费料 然后女士们或者爱美的男生 就要用一些化妆品 各种各类的美容品来 来照顾自己的肌肤 再来我们讲吃素又遇到这个农药 吃这个肉吃昏了 又遇到这个食物添加剂 吃海鲜也会遇到重金属 你看那我们要怎样吃 再加上我们家还有很多各种种的 这一个化学毒素 喷的啦 茶的啦 涂的啦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人造的这些化学物质 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都称它们为荷尔蒙干扰物质 进到去身体里面会干扰我们的荷尔蒙 原本要做工的结果它就不做工 就是被这些物质导致你身体凌乱了 所以我们常讲荷尔蒙失调失调失调 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太多太多这些毒素 或者我说有一天 当我们都回到大自然 回到森林 与世无争 就是远离这些东西 我们真正的远离毒素 但是可以吗 我觉得很难 因为现在我们记忆不离手 是不是啊 现在每个人我觉得一架手机还不够 还要两架呢 朋友们你看 我们就已经活在这个呢 资讯非常发达 而且已经离不开这些科技 但是我们要想想 这些科技带给我们方便是好事 但是另一边乡 是不是也制造了一些麻烦给我们 这个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去思考 而且不要忽略 现在我们都遇到这些问题了 更何况是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 可能会遇到这一些机械化的东西 这一些化学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不够地来种农物啊 不够地啊 稠稠发发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请大家呢 真的是要想一想呢 这一款毒素呢 真的是充斥在我们身体 每一天都离不开我们 然后我们常说 其实呢 人体有三个地方的水分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讲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blood 然后还有我们的淋巴 就是帮我们做排毒的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了 上次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猜到了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脑袋 我们的这个脑肌液 或者叫celebral spinal fluid 它的缩写就叫做CSF 然后呢 有没有一些家长 年纪大的这个阿公阿嬷 有没有每次骂你的 然后这一次你真的是要告诉他 脑袋真的是有水的 而且这个水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脑基液 刚刚我就说了 它就是围绕在我们的脑部 在我们的这个脑室下面的 一拖的这个水 大概我觉得只有400到500的这个毫升 就那么小 它每天呢 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血管 我们的血管也会逼一些水分出来 它就是有这一些管子去回收它 虽然每天生成回收回流 放出回收回流 它就是每次一直在那边转 它就是一直好像我们叫recycle这个脑基液 它每天都会在这边生生 不是生生世世 细收用出 细收用出就是脑基液在工作 但是这个脑基液真正要工作 它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近期才有一些科学家 发现了脑基液的这个重要性 它其实就是我们脑袋的这个淋巴 要记得我们的这个脑袋这个部分 是没有淋巴结的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画的这个白金的 白金能量倍的课题 是不是我们常说那五个垃圾桶 为什么都没有说头呢 只说我们的颈有没有 从颈部开始到下面 但是脑是没有的 那它怎样排毒呢 你都说了淋巴是用来排毒的 但是又没有这个淋巴结 那怎么办 就是要靠这个脑基液 那么脑基液呢 其实呢 它就好像一个pillow 它就好像一个枕头 保护着我们的脑袋 它其实还有很多功效 它除了保护我们的这个脑袋 不要给它有这个震荡之余 它也提供一定的营养 最重要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排毒 就是脑部排毒 记得脑部排毒 今天要学的就是脑部排毒 要靠我们的这个脑基液 就是这个CSF 朋友们这个要记起来 而且呢 有研究显示呢 假如这个脑基液循环受阻 不工作的话呢 就是我们身体提早老化 还有呢 导致各类的脑部疾病的 这个主要原因 脑部有什么疾病是我们最怕的 就是这个退化啦 脑部退化 就是我们说的四肢症 或者我们就是说这个老人痴呆症 我们最担心就是若干年后 我们都认不到爸爸妈妈 认不到我们的孩子 或者爸爸妈妈认不到我们 这个就是一些痛楚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照顾这一块 让你的脑部去做这个排毒 好 那么在这个美国Rochester这个大学呢 就有研究团队发现了 这个非常震撼的这个药具 这个数据就是说什么呢 大脑在睡眠时才能进行排毒 朋友们 这个是重点啊 你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真的 这个研究就证明了 大脑虽然没有淋巴 但是呢 它还是要进行排毒 而且是在睡觉的时候才可以排毒 他们就用了一些老鼠来做这个研究 为什么用老鼠呢 原来老鼠的脑部跟人类的脑部是蛮相似的 他们就发现这一张图 他们就发现当老鼠呢 他们清醒醒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他们的那个脑细胞里面的空间 是非常的狭窄 非常的小 可以说是甚至没有多余的位置 那么在这边呢 就阻扰了排毒的过程 但是一旦我们看右边 红红那边 当我们看右边 当老鼠睡觉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了 所有的这个脑细胞 会稍微缩小一点点 然后空间疼了出来 这个部分很重要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让毒素呢 不好的东西 在这个细胞与细胞之间有足够的这个位置呢 去流出来 所以呢 就达到了排毒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数据 这个研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朋友们 一定要懂 大脑在睡眠时才能进行排毒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Rochester的这个医学团队 他们也上了PetMap 他们也做了一点重要的分享 那么其中呢 这一位神经科的这个专家 我们有这个Jeff Elyph呢 他就在PetMap那边有分享到 我们看左边蓝色那个图 那个就是呢 那个老鼠 在白天清醒的时候 那个脑你看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血管呢 就是呈现这个秘密麻麻 但是他发现在右边 当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你看到红色那股力量吗 那股力量就是正在进行排毒 这个就是那个脑基业 出来工作 把我们一天累积的 所有不好的读书啦 所有的这些斑块 全部跟他冲洗掉 所以呢 这个也是他过后 就是我刚刚说之前嘛 我讲睡觉大脑才会排毒 他们的团队就派了 这个科学家呢 Jeff Elyph呢 在PetMap就分享了 这一段影片 他也再一次 朋友们 他再一次的强调 大脑排毒是必须的 而且大脑排毒 只有在睡觉的时候 而且他们发现呢 假如你睡觉睡不好 听清楚哦 睡觉睡不好 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PowerPoint先 待会我再告诉大家 好 我们常常讲 淋巴排毒 有没有 我刚刚都讲了 淋巴排毒 就是颈部到下面 有没有 你看到青青色的 那个青色 就是我们的淋巴管 那你看到 我们的大脑里面 是没有这个淋巴结的 所以我们先看下面 淋巴排毒 朋友们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 因为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有学这个白金系列 你们要知道如何排毒 我就教大家 淋巴排毒 我们身体细胞产生的 这一些代谢物 废物 对不对 我们就会通过淋巴管 就是这些淋巴管 青色的全部会回收 然后送去我们的静脉 静脉经过心脏 心脏再用这个动脉 再送去肝跟我们的肾 去进行排毒 所以呢 再通过我们的大便 小便排出地外 这个就是淋巴的 这个排毒的一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 你有看到我们很多朋友 特别是用了我们白金 美容杯的朋友 像我们香港 香港的Mia 会觉得 咦 为什么我用着 把这么两两排 我已经小饼多了 这个也是一个排毒的现象 就是读书会通过我们的大便 小便排出地外 那我就说了 脑部是没有淋巴的 脑部是没有淋巴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脑基液 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同样的道理 脑细胞 每天也会产生这些废物 就给这个脑基液去收 收了过后 它也是交给我们的这个淋巴管 再通过静脉 通过心脏 动脉再送去肝胜 大小便 再排出体外 所以这个就是脑基液排毒 跟淋巴排毒的重要性 所以朋友们 这个一定要学起来 但是我们就有常常讲到一句 脑基液跟这个淋巴 到底什么时候会动呢 其实呢 我们想象一下 我讲过很多次了 淋巴 淋巴 我们的淋巴呢 基本上呢 是要通过肌肉去磨它 运动它才会动 所以呢 应该想象一下 早上的时候就比较浮育了 对不对 因为到了晚上你睡觉 淋巴的动力呢 是很慢很慢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 白晶能量被 让我们的淋巴呢 可以通畅无足 那就讲到我们的头脑 哎 那头脑又怎么样呢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脑基液呢 我们就有研究显示 它呢 只有呢 在这个晚上的时候 才会工作 刚刚的研究都已经显示了 我们来看一下 科学家在研究到 我们的这个脑基液呢 白天是几乎不怎么动 不做他的工作 不冲刷这些废物 只有躺平 熟睡的时候呢 我们的脑基液才会充分的 做这个排毒功效 所以朋友们这些全部是有数据 因为我们是通过呢 这个Boston 我们的这个美国呢 波士顿大学呢 有这个Lola Lewis 的这个团队 他们去做 他们发现了这个原理 这个非常重要 他们就是通过几个人 睡觉的时候 就用脑电图的这个EEG 还有用这个功能性的 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RI 去造这个脑部 他们真的发现 只有在熟睡的时候 有看到蓝色的这一颗吗 蓝色这个部分 就是脑基液呢 才会活跃 活跃的在跟我们冲洗 所有所有的毒素 所以现在我们懂了 所以我们真的 原来睡觉 你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说词 睡觉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为排毒啊 朋友 而且是大脑排毒 大脑作为我们身体 那么重要的一个器官 你能不给它排毒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制造 这个这个说词 去跟你的朋友分享 原来我们的脑基液 要帮大脑进行排毒 只有通过我们真正的 躺平 真正的熟睡才会进行 那我们就想一下 每一晚有打汗的朋友 snoring 然后你又有这个OSA 就是睡觉 那个呼吸可能会中止 又失眠的朋友 再加上又熬夜 你想象一下 你的大脑会排毒吗 是排不到的 为什么还要给你的大脑 那么多的这个负担呢 好好的睡觉很重要 而且我想问大家 还记不记得呢 我们去年世界睡眠日啊 我们非常帅气的Dr. David Samson 他也是有讲过一句话 一定要睡觉 不睡觉的话呢 你的大脑就会有这个 淀粉的 淀粉的斑块 我们叫aminoid beta 这个东西就会导致 扰人痴呆症呢 所以他说 一定一定要睡觉啊 让这个aminoid beta 就是这个斑块 在通过睡觉 深层睡眠的时候 用脑基液 跟他冲洗掉 所以现在我们懂了 原来晚上睡觉 那么重要 就是帮大脑 做这个排毒 好 就讲完了我们的特色一 你看单单一个特色一 它故事就那么多 白金能量耶 朋友们 活化身体的水分 然后再来刺激 我们的这个脑基液 帮助我们夜间做排毒 好 特色二 我们有说一个枕头 两种高度最健康 常常说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制造商 我们有将近一百年的 这个老字号的制造商 他讲 一定要有两个高度 因为两个高度 主要呢 因为我说了 我们睡觉会翻身 当我们翻身的时候 高跟低的部分 可以帮助我们的颈尖舒缓 第一点 第二点 要帮助我们呼吸顺畅 这个是最重要 所以他就是强调 为什么枕头要有两种高度 当我们平躺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样子握睡 我们要看我们的下巴 我们的这个鼻子 是跟我们的胸部是平行的 就是要有这个高度 那么再来 当我们侧睡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一定要看 我们的这个后面的颈椎 这边到后面的脊椎 这边呢 是平行 呈平行线的 这个就是很重要 就不管你仰睡 或者是侧睡 就是都用这个高度来调呢 一定要调到它是可以舒展压力 而且最重要就是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呼吸 所以这个就是专家说的 两种高度很健康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上下高低都可以使用 对 我们这个beautified pillow 就是呢 我们上面跟下面呢 都是可以使用 就是呢 我们常说上面是低 下面是高的部分 假如你要稳定睡肢 就是睡高的这个部分 稳定睡肢哦 就是睡下面高的部分 假如大家觉得那一天 你觉得你头部很闷烧 很热 你觉得很高 你想给你的脑部清凉一点 容易入睡 建议大家可以用低的这个部分 用低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枕头就是上下高低 我们说高的稳定睡肢 上面低的部分呢 就是散热 为什么它可以做到散热呢 待会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在低的部分 它到底加了什么filler 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懂了 是什么filler 好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枕头呢 是可以自由调节 你要的这个高度 它总共呢 有八个袋子 上面五个 下面三个 我把它区分号码 就是一到四 所以旁边四个板块呢 这蝴蝶 蝴蝶的半边 这边呢 我是用一号的 然后呢 我们高的部分 我是用三 然后上面低的 我是用四 然后在四的左右两侧 我加了二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beautified pillow里面的这个构造 当你购买的时候呢 朋友们 其实你本来 打开我们的这个包装 精美的袋袋过后呢 你都会发现 其实我们都加了这一些filler给你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都有添加给大家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号跟三号 一号跟三号的这个部分 因为有些朋友还是希望呢 这个枕头可以再高一些些 那个三号的部分 你就可以添加三的这个部分 然后一 一号的 如果你觉得一号 你也想添加的话 也是可以 你就添加多一点的这个filler进去 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它可以自由的调节 我们只是一号跟三号这个部分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个适合的高度 但是想告诉大家 当你拿到这里枕头的时候呢 这个已经是ideal high 就是我们给你最适合的这个高度 但是呢 还是 大家还是可以 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 去添加里面的这个filler 好 那么说到调高度 我们呢 其实呢 枕头啊 枕头 其实为什么叫枕头 他们讲应该叫枕颈 因为其实枕头呢 就是要好好的拖着 支撑着我们的颈项 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了 过高跟过低 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 刚刚我说的 ok oketo 就是这个零号 oketo 就是我说你的下巴 鼻子跟你的胸部是平行的 像你的颈椎这边呢 就有这个弯曲的这个部分 curve的这个部分呢 就会比较健康 不会有压力 假如我们睡过高的枕头 我们看一下 假如中间这个枕头过高 过高怎样 就是你的下巴往下 你的这个额头往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颈椎 就开始往上挪了 这个时候就增加了一点压力 给你的颈椎 才导致你不舒服 再来通常有第三种 我刚刚说了 有些人问我 KS老师 我可以不用枕头吗 我可以不用枕头 不鼓励了 你看一下 当你不用枕头 就直接往你的床地板 这样子一跑 这个时候就会呈现什么呢 你的这个下巴 就会往上 你的这个额头往下 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导致很多的 这个血流 血流 我们的blood supply 会回流到你的头脑 所以各天你醒呢 你是非常非常的 头冲冲 头横横 真的会导致你更不舒服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会鼓励朋友们 请大家呢 用枕头来睡觉 好不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假如不用枕头 或者枕头过低 就会导致这个 你的颈椎呢 也又被压到这个 curve 更加的这个 被扭转到 就更不舒服 再来就是会导致的 这个血呢 你的血流 会往你的脑部冲 会导致你各天 会更不舒服 所以呢 真正一个 适合你的高度 我们会建议说 你的下巴 下巴鼻子这边呢 跟我们的胸部 是平行的 那么呢 其实当你们呢 拥有我们的这个 白金能量 这个枕头的时候呢 这个beautify pillow 我们也是有附加了 这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这个 youser man 那么在里面呢 我们都有大概教育一下 我刚刚说了 适合的高度 其实你可以将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家人 帮你在旁边看一下 假如呢 是适合我们的高度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呢 这样子看 我们下巴鼻子 跟我们胸部呢 这边是有这个平行线 这个是舒服的 这个建议了 假如我们的枕头 这个三号 就高的地方 过高 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这个下巴 往上 额头往下 这个时候过高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 我们不舒服 颈椎不舒服 我们就建议大家呢 可以在我们的三号 这个位置呢 抽出呢 三分之一的 那个feel拿出来 所谓的三分之一 我们有看到 下面这个图吗 大概比较一下 哪一个大概 200毫升的杯子 就大概好像是我们 有买过矿泉水吗 它就是有一瓶的 有没有 然后你拿那个 吸管 插上去的那种 大概那个是230 就用那个 那个standard 你就大概是把 三分之一的这个量 抽出来 假如又发现这个 这个过低又怎么办呢 过低的话呢 我们就把 我们可以再往 你的这个枕头 再加三分之一的 这个feeler进去 这个其实我们都已经 都放在我们的 这个userman 朋友们 你拥有我们的这个枕头 大家可以去参考 参考一下 好 那么再来呢 假如你这个是平躺 假如我们讲测税 测税也是要靠你 枕边人 或者就是你的家人 帮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如是适合的 这个你的高度 我们要看一下 其实头部呢 还有你的这个 颈椎呢 是维持一个平行 先看到吗 是一条直线的 这个就没问题 就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 但是假如我们看一下 我们睡衣的这个部分 睡衣 这个是睡我们的 那个蝴蝶方便的时候 当你发现到呢 你的头是这个往上裸 就是呢 它过高了 它往上 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呢 两边呢 都可以抽出呢 一杯的这个feeler 就是从一号那边拿出来 然后假如太低的话又怎么样呢 太低的话呢 当然就是加回一杯 大概200毫升的这个feeler进去 而且想告诉大家 你购买的时候 已经是拥有了这个feeler 说到原来我都说了四个特色 大家还记得吗 好 接下来我就要说第五个特色 它就是我们中间这个部分 添加了m-copper m-copper 同离子的这个弹性管 弹性管 不好意思 弹性管 m-copper 这个是全新 全新的一个feeler 我们在中间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高还是低 高还是低 还记得吗 这个是四号 这个是四号 就是低的部分 好 我们添加全新的m-copper 同离子的这个弹性管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散热 因为同离子可以帮助我们散热 所以你的头部没有那么的燥热 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 它有杀菌 它有杀菌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添加了全新的这个m-copper 送给大家 让你睡觉 你会真正的安心 因为你的头部是凉凉的 然后再来就是 你的 不用担心有没有这个病菌的这个攻击 不会 因为呢 有m-copper跟我们做这个抗菌的功能 那么再来看 自古以来 中医有句话说 头凉足暖 利于眠 朋友们 就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同离子呢 把我们头部的热气全部散开 假如你是用我们的白晶能量倍的话 更好 因为它可以达到这个保暖 这个就是我们提倡的 头凉足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提倡给你的一个全新的睡眠方式 有助于大家保持清醒 还有就是有这个坐眠跟凝省 因为最近大家是不是很慌 可能又慌接下来的经济怎么样 又慌什么 又慌钱够不够用有没有啊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让你的脑袋保持活力 保持这个脑腻呢 所以让它relax一下 所以这个也是有帮助 头凉足暖 好 那么铜有危险吗 有威胁吗 没有 因为铜呢 其实早在公元2600年前 就已经在埃及呢 是用来呢 清理胸部伤口 还有呢 做这个饮用水的杀菌之用 诶 讲到这个 有一个课外题 大家懂不懂 最早最早的枕头 是哪一个 哪一个棋 原来最早最早 被那个考古学家发现的枕头呢 原来周杰伦已经唱过的 周杰伦已经唱过 他写过一首歌 叫做 我给你的爱 写在西元前 深埋在美索不大米亚 平原 原来早在美索不大米亚的这个时期呢 他这个皇朝呢 已经有考古学家发现到枕头了 他们就觉得 原来枕头在900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用 所以一定要用枕头啊 朋友们 今天不唱歌了 好 再来 铜呢 其实在很多国际医疗 机构 医疗机构都是有用的 他们就在这个德国的 国陵老年人服务中心的那个扶手把 然后我们再看到 法国朗布医疗中心的扶手 也是有用这个铜 再来 智利的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手术床 医疗床 他们也是用铜 再来日本 看到吗 日本的这个病房里面的那个洗手盆 他们也是有用铜 他们就compare一下原来铜呢 在杀菌的这个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有没有数据呢 有啊 我们看一下铜离子是怎样杀菌的 我们发现铜离子当这个细菌接触到这个铜面的时候呢 那个铜呢会放出一种能量会导致这个细菌开始震动破灭 哎呀 就是说杀菌的意思啦 再来他会发现呢 这个铜呢 会让到这个病菌里面的会产生 它病菌里面会产生自由基 自由基就attack回自己细胞给它死 哦 你看几厉害 再来就是他们发现铜离子有一股力量 可以导致那个细菌 它的那个包围着的那个膜 那个壁膜 细菌的那个壁膜会破裂 它就会 它就会把里面的精华磷玩出来 它就会这样子死亡 那么最后一个呢 也是说当铜离子跟这个细菌接触的时候呢 咦 病菌哦 它本身DNA会被弄乱 会搞乱它 所以呢 它就会有这个损伤 所以你看铜离子呢 在杀菌呢 其实真的是有这个数据所证明的 所以它真的是不错不错的 那么再来呢 铜有没有这个国际认可 有 那么在这个 他们讲欧洲国家 他们的这些从事 铜的这一些企业 他们就自己呢 发了 组了一个这个 这个组织 我们叫做 Antimicrobial Corporal 他们就组织了这个组织来一起发挥 一起来宣扬这个铜的重要性 他们也说呢 铜基本上是人体需要的能量 而且呢 对社会 对环境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要声明 这个就是我们参考 这个只是一个 铜学会的这个铜 这个Copper的这个机构 他发出的一个宣扬 所以大家就不是 我们不是跟他买这个铜 它只是发出这个广告词说 铜是安全的 再来就是呢 美国环境保护署也说呢 这一些铜或者铜制造的东西 其实是有效可以杀死 致命性的病原体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 我突然间就想到一样东西 朋友们 一直以来 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呢 都鼓励你身边的孩子 你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拿金牌 一定要拿金牌 没有金牌也要银牌 何必呢 我突然间发现 现在做讲师呢 好像做厨师这样 需要很多道具 我现在需要一个道具 各位看到吗 何必呢 不用再逼你的孩子 拿什么金牌跟银牌了 我会发现铜牌很重要 现在 第三名很好 铜牌 原来还可以杀菌 好 讲完 先把这个recipe放一边 现在做讲师不简单 要很多很多的道具 好 安心的使用我们的铜离子吧 好 再来 我们的就是特色6 我们的这个里面的filler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给了你的 就是不会热 透气 高弹性 有这个按摩作用 有蹭脱力的这个filler 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的一号 刚刚说了 一号我们加的是静音的这个透明管 当你测睡在这边的时候 测睡 这两边基本上不会太吵 可以帮助你安心睡觉 它就会保持你的睡眠品质 就是这边 一号这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说你可以添加的部分 好 再来 填充物2 就是在往上面 低的部分 左右两侧 前充物2 就是高弹空心球 高弹空心球 就是当你反身的时候 转头的时候 比较顺利 你不会突然间被惊醒 因为很多人就是翻身翻太多 所以他就会半夜被惊醒 很不舒服 又睡不下去了 现在不会 我们就在这个2号的部分 看到吗 2号的部分就加了这个高弹空心球 的意思是讲什么呢 你要转身的时候 我蹦里 军发地 了解吗 这个就是2号的部分 再来就是我们3号 高的部分 3号我们是加了高支撑的这个暖管 在这边主要是什么原理呢 当然就是支撑你的颈椎 所以你看每一个Fuller 每一个填充物 除了透气 它还是有它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然后讲到这一边 想跟朋友们分享 人每晚睡觉7到8个小时 转换至少20到30次的睡姿 转头更是多不胜数 所以在这边 我为什么一开始 我就提醒你 选枕头 透气的 没有压力的Fuller填充物 才是最重要 所以你看我们的1 2 3 4 各具特色 还记得吗 1号静音管 2号帮助你转身 有没有 3号顶举支撑你的颈椎 4号就是我们的铜离子 帮助什么 散热还记得吗 抗菌 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Fuller 都是有它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色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它是什么材质呢 2号跟3号我们讲Silica 就是我们的瓦胶 再来我们的1号跟4号 就是我们的Polymer 我们有这个叫做Polypictaline 就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塑胶 不要小看它咯 就是支撑塑胶是做到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很多人问我说 有讲是铜离子 到底是铜离子还是塑胶 当然是我们的铜离子 融合在我们的PE塑胶里面 所以你不用担心 即使你洗它 功效还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好 讲到这边 就是我们最后特色7 我们的整套整形 就是不管外层 里面这一层都是可以洗的 所以朋友们 你们要只是拆 拆这一面来随时洗一下 可以没问题 整个放进去洗衣机洗 可以没问题 但是就要用最简短的 那个cycle来洗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去晾一晾 拍一拍它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它里面不会藏水 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空心的管 有没有 所以它是在这个非常透气 而且不会有积水的这个问题 记得每次要拍一拍它就好咯 而且我也建议大家 要用来睡觉之前 也把它拍一拍 当作是你的老公老婆 这样子睡也 拍拍它 给它的所有的fueler 重新回去归位 给它回到它的位置 然后就放在你的床上面 好好地休息 可以哦 可以慢慢地这样子 睡觉 当它是你的伙伴 拍拍它 哎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这个七个特色 所以讲到这边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这里beautyfly pillow 适合水 当然是一家大小啦 有没有人不可以用 没有 我真的想不到水不可以用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 因为呢 除了有美白功效 光滑脸 为什么这些功效会出来 为什么会有美白 为什么会肌肤紧实了 因为白金能量啊 各位朋友 就是因为排毒啦 排毒了 你身体累积的毒素 被送出体外 哎 就是回复你该有的年轻肌肤 而且还记得吗 你的皮肤再生能力啊 帮助你漂亮的肌肤 再回升 再回春 这个就是有美白 有这个变回漂亮的这个功效 再来支撑颈椎 不给它压迫 促进大脑时睡眠排毒 这个很重要哦 我们睡觉真的是要排毒 数据已经写了 给我们更快的睡觉 然后再来就是改善鼻汗 啊 因为呢 我讲了一个枕头 两种高度 不管怎样睡 养睡 测睡 都可以给你好好的这个呼吸 好好的支撑颈椎 不会给你有那么多的这个 打鼻 或者呼吸 中止症的这个问题 还有我发现呢 我用了过后 我是非常喜欢 就是它改善我鼻子敏感的问题 啊 因为有杀菌嘛 真的 因为我每次很多朋友起来 就啊 啊 有没有啊 诶我发现真的 这个我用了 我真的减少减少很多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 除了美 除了可以保护颈椎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 朋友们 好 说到这边 要好好的介绍我们的厂家 一针一线 百年不变 今年进入97年了 他们就是经历四代 都是做这个枕头 我们敢讲了 他们在日本敢认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啊 而且呢 部分呢 他们还是手工缝纫的 给你的 所以呢 真的是诚意十足 他们永远的宗旨只有一个 一直研发 一直给我们最好最好 最舒服的 的睡眠 这个就是我们厂家 可以给大家 大家可以给个掌声 我们的厂家吗 谢谢他们 为我们独家 研发了这个 只有MLife有的 而且全球 全球 全球 只有我们MLife有的 Putified Pillow 好 说到这一边 我要教了 来啦 终于来到最后了 朋友们 我今天要教的 七字要诀 准备好了吗 记得啦 一到七 都是Mr. Lau 给我这个灵感 来咯 一是什么 一秒一兆次的震动 两个高度 三种透气的填充物 我们使用M copper 头梁竹卵 五栋脑肌液排毒 六十天里面 建议大家洗一次 七天而已 看脸色啊 朋友们 会有变化 可以吗 说到这一边 容易记嘛 对不对 所以记得这个口诀 一到七 就把精华全部都说完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我要rehearser一下 一秒 一照吃震动 活化身体的水分 有没有 两种高度 有高低 三种呢 没有压力 透气的填充物 就是一二三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 我们其实是有四种填充物的 所以我的四 我就放了 使用 中间这个部分 是加了M copper M copper要来这么 头 凉 足 软 立于 棉 再来 五栋脑肌 睡眠 排毒 只有在晚上哦 永远记得哦 只有大脑在休息 真正睡觉的时候 才可以脑机也排毒 再来六十天内洗一次 其实呢 这个是口诀啦 我们呢 建议大家六十天里面 就选择洗一次 因为毕竟呢 我们会常流汗 头部会流蛮多汗 假如你要每个月洗一次都可以 所以我们只是温馨 所以我们只是温馨提醒 六十天内洗一次 七天就看一下脸色有没有变好 肯定会变好的 好 这个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七字 真 真言 有 怎么样 这样子动会很lag吗 好 已经拍完照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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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讲到这个白金枕头 那么厉害 那么棒 对不对 有没有朋友用得好 有 今天我说过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 有谁用得好 我非常感恩 有一位朋友 教了他的这个 见证 而且是新鲜滚热 刚刚教来给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位朋友 他说用了之后 头或颈部不再疼痛 这个枕头 当我测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高度非常适合我 哎呀 我觉得我的脖子和头部 得到很好的支撑 我的颈部 这个肌肉 不会再受到压力 而且他也发现 他睡得非常的好 以前他会有 进来 然后去小便 尿尿 但现在他觉得 好像都变少了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 这位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是谁呢 我发现人数越来越多 原来你们只等到 最后一刻是吗 各位朋友们 在我分享 这位朋友的见证之前 请大家高抬跪手 这个是我们朋友 我们很好的一位朋友 来分享 大功无师 分享他使用过后的 这个好处 请大家高抬跪手 就是不要先把 很紧张的 把他的宣传 放进去 Facebook之类的 好不好 我们就高抬跪手 我们拍照起来 我们发在我们自己的组 可以 没问题 因为他还是 要跟他的工会 说话的 他不可以代表 他的工会来说 说那么多 那他是谁呢 准备好你的掌声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 Rose Mary Clency 唉 他就是用了我们的 这个白金美容枕头过后 他觉得这些问题 唉 不见了 他觉得非常感恩 他的Special Message里面呢 也有一篇是感谢廖社长的 感谢廖社长 感谢M Team 给了介绍了 这个那么好的一个枕头 介绍给他 所以大家呢 记得拍照哦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组编里面 去Share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暂时不要放在这个 Facebook了 暂时不要 暂时不要 我们也是要跟 Ms.Rose Mary呢 拿一下 Concent Letter以下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Rose Mary 然后他也 非常 开心 也希望大家呢 去用吧 因为这个枕头真的是有很好 很好的这个Support 让我看看 好吧 像说